在一黨質疑行政機關是故意列為密件 想要逃避監督 反駐烏克蘭案 這都是不會自己列為密件 各界質疑難道有涉及不法的 就可以自己列為機密文件 立委質疑還可以直接告你 立委質疑原物案當中 300到400美金將近1億台幣 要來買台灣醫材 卻沒有公開招標 外交部新聞稿解釋 援助金額中必須採購台灣的醫療器材 是因立法院要求 各界炸鍋狂問 到底是哪位立委想賣醫材 為什麼要列為機密 機密發包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其實是要獨厚某些廠商 那這中間 這個立委有沒有因此而獲利 因為哪個立委 就公布那個立委名單 那個立委有沒有在銷售這些 這裡面就是疑運重重 外交部大動作告立委 徐曉星回嗆這句話 要把我抓去關 那你就來啊 我今天對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任 立委為職責負責任 但外交部大關 除了把3.2億公帑 留向列為機密 還告立委 到底還負了什麼責 說明了什麼東西 記者黃毅俊 王志恩